我们总是去模特家探家 然后Jace今天去博主家探家 这个博主就是那个 我要生活感 我不要亡感 出创人 我不要生活感 我刚说完 我不要亡感 我要生活感 生活感 生活感王姐 来来来 去我家了 你家住的这么市中心 然后都是那种一国的老房子 所以我上学了 我提会有点点的 我就是你的粉丝 我也是你的粉丝 你说你喜欢住在这种 有生活感的 我真的喜欢一国的老房子 但是说老房子可以 她的那些点水 这也是在最原始的那种 还要去游戏里面穿水 对 这个画鞋 你这个人都不想办 这个挺好看 这个图纸的很像清淡 我有在这个地方拍视频 因为这个地方不是光线刚好吗 对对对 然后因为坐在这个地方 拍一些化妆室 我今天也拍了一个化妆室 你看我今天穿的 黑丝看的 真的是去面试的 刚才卡住你 卡的我的天 你不知道我怎么做摩托 就不能做什么 我感到美女吗 这是什么感觉挺好看的 这个黑家唱丝 这个好看 王姐真有品味 我是一个人的小生活 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 先是打开医院 然后开始煮咖啡 然后再试做早饭 不亏复 以摩卡户开启我的早晨 这里真的好看 好吃的 很软的 公寓太现代了 对 我觉得是喜欢老一点的房子 好好看 这才住在英国 我住在那可以说是中国小区 很现代化的公寓都是中国小区 对 然后最近 有买到一些很好用的 然后这个本体也有之间推荐给淡淡了 我就买了 对 流动性很好 这当然有 然后我抽起来 对那些三个 这个紫色的三个 就是 黄品牌 会体验的那个 我发现是那种 挺很细的 我化妆品最多的就是腮红了 我也看了一个腮红 这个两个液体腮红 这个腮红是那种非常粉粉嫩的 因为我觉得我的妆容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区别就在于我每天 扫着很多的腮 这个好看 这种 哇 很粉嫩嫩的腮红 这个好好看 这液体的 对 它上面就是那种 很圆气的那种 哇 好看 这真的很好看 阿娃你等什么色行 50 再试下这个 然后这个价格会比较的偏那种 豪子曲调一点 所以就是会很夏日开气 就很适合去海边的时候 涂这一家 那大家立西西立岛 会去过吗 我 我 立西雀 这个是什么很粉的 对 我其实都是这种色系 因为我觉得这种色系 上面以后会很自然 这些把你脸上的那个颜色都 一直给挖到的 这两个才好看 这什么还算一下 这个是Caddy 哇 好漂亮啊 它红我感觉这一课 学到了期间 你这是啥 我这眉毛喜欢的眉高 棕色的 实际是会这个吗 对对对 我的眉毛都是有眉高画的 眼神眉的感觉 眉高它会 让整体的那个上色 会更加的自然一点 就是每个那个化妆室 它的胃跟腰是 对啊对啊 我就是看这些化妆室的 那个视频这么好 对吧 它是妆前哪里那么明明 你们都用空品了 这个也好 是真的好 这个是卢丹氏的粉妆 其实我最开始 就是超级喜欢卢丹氏这个酸霜 但是它有些吃点 它的口是这个样子 我每次出去的时候 都会闹出来 然后我就想说 买了这个项链的 但这个不太厉害 哇这个好厚啊 它粉身很细 它就是那个柔的东西很强 像牛奶 嗯 挺好推的 对 但是有一个出概率 彩糖的这个下锅 我也有 感觉好像大家都有 好有可能觉得 我觉得好用的 还有一个很好用的 就是这个牌子的 它的眼下顶装 它的粉窗 极细 三个顶装 还有一点很重 而且这一支 这支口红 这支口红是我最喜欢的 阿拉尼 2-4-5 哇 这个多好看 好好看 这些很多人 就有个点整眼 对 我要上嘴 是这样的 朋友们被我狂推 我看你穿的很多 对 但我这些刷的其实 都是头发上那些 比较便宜的 因为我一直觉得 国产的刷 它的毛 做的特别的那种柔软 然后抓紧的也很好 所以我很喜欢 买国产的刷 就常用这个 用来扫带吧 你看扫上来 很漂亮 它就扫带 是会比较的均匀 而且好便宽 这要18万年 这个刷的我也想用的 就是用来扫眼线什么的 斜角刷 把橘色的眼影 拿那个斜角刷 弄成唯一眼睛 这刷子我很喜欢买 但其实用就是用那么几个 这个是那个防烫特务 就是老师会自己用头发 然后有时候我想到的时候 我会用着这个防烫特务 就可以减少对头发的损伤 一定要推荐一个 超级实用的这个眼影 Pink Pail 也是我当时 头发不是最为买的 然后我觉得笋很细 就比我 买的其他的眼影 都适用高 很抹的那种 对对对 就是很日常的一个 包含下两个我的卷发棒 基本上头发都是自己来做造型的 然后我用到最多的是这个纸板夹 比较喜欢这两个 就是有这个无度在法 可以修饰年轻 一般就是这样一个手发 这样把刷坏 然后它就会有无度在 你把这个上面加起来 不一定的最长 恶化地狂 对吧 对 偶尔呢 我会想要卷发的时候 就会用这个大卷 但是呢 带到这样的短发 我就没有很适合用大卷 就比较适合长发 用大卷来卷 能够比较自然一点 给大家看 最近买了一个小胸针 很好搭配 很好看 是吧 很适合我 我就觉得它这个胸针 非常的干净 我其实一直很好奇 就是我在网上的时候 看到别人戴这个项目 特别的好看 但是我一直都戴不出来 感觉 今天才是一条东西 哇 你戴的是那种 珠光宝器 有一种项链 找到主人的感觉 它真是很好看 对啊 因为它就是很精致 然后我很喜欢买那些 就没有人买的款式 最好看 就这么看 对 它是一个毛衣 就穿一些黑色的毛衣 什么就会比较的败大 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这一套衣服 对 它的闪是那种棕色的闪 配上我这个 闪闪的指甲 就是 OK 接下来要给大家展示 我最喜欢收藏的相机 我超级喜欢买相机 就我喜欢拍照 然后也很喜欢买 各种类型的相机 之前大家说 他要来看我家的时候 我第一个脑子想到的 就是要给大家展示相机 哇 这所有都是我的相机 我是你的 这个是我最常用的 就是要拍 广告一些产品 都会带这个单反 是富士的卡丁 第二台是我用的 最多的一个胶片机 是刚开始的T2 整个超级的照片 都是用这个开的 然后用到的最多的卷 是这个套台的400 会是我用到最多一个 就是他们的完美搭配 这是谁台 BBG最近有这样的用户吗 我可以挑的这个蓝色 让你演一下 演起来了 有很多的CCD 这是我最早的一台 对 一台胶片机奥利巴斯U2 18年首买的 那时候好像才480块钱 我20年买的 超好看 就已经变成800了 我很喜欢买这些 没有用的东西 我买了一台 巴拉利跟2084的联名 我其实不太适合用它 因为我觉得它 完全就是长得好看 还有一个底座 哇 顺合巴拉利 拍过一次 但是它拍的效果 不是我喜欢的那种 就完全真的是长得好看 然后它这个盒子 也是你看 那个更好看的 然后是CCD CCD我很好奇 我的CCD现在是 加的那些 它的色调比较偏黄一点 然后我自己会喜欢 富士的CCD 它的CCD色调就没有那么黄 然后我觉得颜色就是会保留特有的那种 富士的颜色 所以我三台都是富士的 其实它们真的真的很像 就是很多网友会问我 到底应该买哪一款 然后我就一直跟大家说 你遇到橙色好的 就可以随便选 就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台黑色的它是 它晚上闪光的时候拍的很好 就是第900 然后这一台1550 是我第一台CCD 我觉得它还是我最喜欢 就可能有种先入为主的原因 就我一直觉得这一台色调 它讲的最好看的 然后1510是我当时这一台坏了 然后我需要一台C10拍 我就当时就 赶紧入了这一个影 你听说差不多 就大差不差 就是有 很像 对 然后拍的色调其实也很像 然后就是大家都有的 你有没有觉得 我老给你直接 加弹的 我是索尼 微焦快速 所以微焦快 对 老个博图 我用 我甚至有在想要换一下子 今天就像金森林装博图 拍那种脸部特写的 我真的觉得很好 这一台是长得好看的 因为我的名字里有一个月 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 不好看的 这一台就是的 长得好看 就是不太实用的小东西 还有这个宝地来 这一台是我 很有送的 这个好漂亮 白色的 就可以拍一些合照 什么的 它就好漂亮 好 这些就是我的相机 还有这运动相机 今天就 简部感觉了 因为实在是太多相机了 我们把CV装好 定啊 准备去楼道 然后王姐教教我 生活感觉一下 你应该在下面 然后我在上面去 要不要 哦 好好看 真的吗 对 你就随便买它 好 你知道我怎么会像 我要笑得在你一样前 一 二 三 就眼睛闭起来 像 我在这儿在脱海里 往下往上的那种 对对对 要不要穿脸上 我其实淡淡的腿太长 下来就没有办法撞下 哇 眼眉眼看得到超级开心 跟笑什么 像我一样一样一样 哇 就这样就这样 你家有热水 就一样那边 是 欢迎来到淡淡的探家Vlog 王姐之家 然后接下来 我要跟淡淡一起拍一些合照 在我家的楼道里 普兰就是 一个就是很会笑 然后一个就是 平时就是冷酷脸 就是 我认识 我不想看我看人家自拍 好想看 那很小一点 对对对 阿姨好上心 我拿起来 真漂亮 哦好 好甜 这样我俩 反正我的镜头 现在来往前 你好漂亮 能不能做到 好看哦 我觉得这个很酷 对 对 谢谢